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小兄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光魂的27SEQE 我相信大家等久了 这是全球最快的UltraFast IPS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 光魂27SEQE使用的黑色的彩皮包装 正面左边拥有机器的渲染图 右边则是规格参数 2K 380Hz UltraFast IPS 新转RGB氛围等 满速HDMI 21和HDR Peak 650 我们来打开它 开启的方式一眼被我们设计为了PIZZA4 包装的配件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条USB上行线和说明书保修卡 接着我们就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里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支架载卡紧面板本体就算安装成功了 无需使用工具,简单快捷 我们来看它的外观 和我们之前上市的SEQE是一样 采用了光魂SE独家湿膜 通体纯白配色 正面三边微边框的设计 下边边框拥有SDC的logo 底座为正方形 相比微型底座更节省桌面的空间 背面采用了6倍设计 logo和斜切线都做了钻石切割的纹理 通过内部的RGB灯带映射出新钻的效果 支持多种颜色调节 左下角为电源按键和五项摇杆按键 支架方面 它支持升降、抚养、水平和90度的垂直旋转 同时还支持Visa75x75的壁挂 接口方面 QE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两个DP接口 两个HDMI接口 一个Type-T接口 一个USB上行接口 三个USB下行接口 和一个3.5mm的音频接口 接口的丰富度是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把它点亮 来显示的画面 开启之后的第一主要感受 它的色彩艳丽 没有过保盒 通过一切测试 SHB容积达到了131% PPI为109 实际的自体渲染 没有明显的毛质感和踩边现象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调状排列 指像素形态是鱼鳞状 二次拆弹方面 我们特别调教和定制的光魂UI 拆弹的操作方式 是机器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布局 在光魂X1的评测中 我们已经详细介绍过了 这里就不多加赘述了 我们来介绍一下 为S1QE特别增加的新特性 首先是25英寸电竞模式 为了考虑到部分 小屏电竞爱好者的需求 我们为S1QE特别制作了 小屏点对点显示模式 在菜单中开启25英寸选项 显示就会实现 2380x1333的点对点分辨率 支持360Hz刷新率 唯一二支持这个功能的电竞旗舰 除了QE外 只有售价7999元的 华硕PG27AQN 同时我们还开放 自定义分辨率调节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游戏习惯 来定义相对应的分辨率 其次是我们特别调制 eSport的电竞模式 开启后实现高光部过曝 暗部细节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电竞设定中 我们还提供了响应时间 VR加SBFI超频刷新率显示 暗部增强等功能 其中超频选项 可以将这块Ultra Fast IPS 提升到380Hz 同时响应时间 除去常规的预设三种外 我们还提供了自定义100档调节 这是目前显示领域唯一的存在 VR加功能 则是支持PC端的G-SENK FRE-SENK PS5 XBOS Series的 画面垂直同步技术 接着我们来开始看SEQ的实测数据 首先是摄温 出厂模认为6814K 在8种预设模式中 Mac模式摄温最高为6830K 低蓝光模式摄温最低为5012K 同时我们在菜单中还提供了5000K 6500K 7500K 9300K 以及自定义三摄调节 色域空间方面 SEQ出厂模认为P3 菜单中我们还加入了SHB的色域缩线 通过仪器的实测 SHB模式下 色域覆盖率为98.9% 平均色差1.18% 最大色差1.95% P3模式下 覆盖率为95.4% 平均色差1.25% 最大色差2.28% S加亮度方面 出厂模认为317L 菜单中调节到最大 亮度为506 静态对比为1062比1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从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中间蓝色部分超过了500L 绿色区域在400L到50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9.41%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较为均匀 蓝色区域在7000K左右 边缘绿色和红色区域 在7300K至7600K之间 切换到全屏黑上 通过3D ISO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 漏光主要集中在左下角 峰值为0.75L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 它的视角呈现IPS典型的实质性分布 红色区域属于它的最佳视角 对比在1100比1 右侧水平角度较差 只有10度左右 平闪测试方面 无论是SDR还是HDR 它都是全程DC调光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它的红光呈现两个凸起的波峰 属于是KSF背光的特性 蓝光波峰在457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0.2%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SEQA的接口带宽和兼容性表现 DP接口是1.4的规格 HDMI接口为满数是8G 连接PC都可以支持 2K 380Hz 12bit全范围 支持DSC 同时使用HDMI201 还能实现2K 360Hz 8bit无DSC画面 主机端也有着不错的兼容性 支持4K映射 PS5和XBOS都支持4K 60Hz和2K 120Hz 在Mac端最高可以制造 2K 48Hz-240Hz可变刷新率 支持SDR但不支持High DPI SEQE还配备了全功能的Type-C 最高可以制造PD3.096W的反充供电 20V 4.8A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NP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4K 60Hz的信号下输入延迟为7毫秒 HDMI性能方面 ICQE支持SDMI600 同时我们为它定制了12分区的控制 HDMI亮度方面 实测最高为680L 静态对比率为972比1 UTF曲线方面 我们设置了影院 游戏 XSDMI和SDMI650 四种模式 通过一切测试 我们先来看一下影院模式 15-60的灰阶高于标准的PQ 之后做滚降处理 其余的模式 0-60的灰阶高于标准的PQ 60-100 只要做滚降处理 HDMI10方面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射度计 生存尾测度 HDMI650 XSDMI和游戏模式都超过了500L 影院模式略低一点为492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暗部细节保留完整 岩石轮廓清晰可见 岩浆的红色也没出现过饱和的现象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设计过度平滑 没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现象 HDMI游戏体验方面 SEQE高光场景可以做到亮而不报 在显示天空等场景 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爆摆 云层细节保留的较为完整 反观暗部细节 这还有提升的空间 在游戏SARS 2暗房场景下 还是会出现部分细节丢失 游戏禁忌体验方面 面板原生支持360Hz的刷新率 通过我们超频 最高可以实现380Hz的刷新率 并且可以实现长时间稳定 不跳针 灰阶下也方便 我们提供了三个OD档位 和一个自定义选项 实际用仪器测试 关闭模式下4.31毫秒 这个档位没有过充 快速模式3.68毫秒 平均过充0.78% 最大过充11.3% E-Sport模式3.33毫秒 平均过充1.62% 最大过充17.52% 自定100GOD调节 75档为最佳可用状态 实测这个档位的成绩为3.25毫秒 平均过充2.35% 最大过充23.48% 运动显示天空间方面的测量 在它最佳OD档位下 BT为2.8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地板的第五名 实际在UFO运动轻音度的测量中 飞碟本体的轻音度 以及后方的拖位控制 表现非常出色 拆开机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SQE的内部构造 以它的数据天地板的表现 拆开机器 驱动板放置在背板上 主控IC适应为光魂X1 它支持DP1.4 以及满速的HDMI 2.1 右下角还有一颗VL817-Q7 用于实现USB3.0上下型数据传输 乐德瑞的LDR6282 则负责了全功能Type-C接口 同时最高支持96W的PD供电 左上角是Dilog的AS3824作为控光芯片 负责实现12分区控光 面板方面我们来看贴纸 显示为M270-DAN10.0 这是一块友达UltroFast IPS原装模组 2K分辨率 原生360核子刷新率 原生3号秒G2G响应 8bit色深 95%的DCIP3 硬件低蓝光背光 3号秒G2G响应 意味着它是全球最快量产IPS面板 没有之一 接着我们来看实测数据方面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追标计算 它达到了131%的SR具备容积 色域天梯板排名第94名 S加亮度方面 实测为506 亮度天梯板排名第16名 镜台对比度方面 实测为1062比1 对比度天梯板排名第120名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翼的测量 它的最佳垂直角度为25度 但水平角度则会较差一些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克的白点测量下 SEQ最大差值为18.33% 均匀度天梯板排名第153名 S加单独测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峰值亮度 实测为680L S加峰值亮度天梯板排名第55名 S加静态对比度方面 实测为972比1 静态对比度天梯板排名第86名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测量 SEQ最快灰接响应时间为3.25毫秒 排名灰接响应速度天梯板的第25名 运动显应时间方面测量中 在它的最佳OD档位下 BT为2.8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梯板第5名 按照惯例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区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讲起 1.配备全球最快有的 Ultra Fast IPS原装模组 2K 360Hz 2.实济亮度观感出色 高光细节保留完整 S加峰值亮度达到了680L 实济亮度也超过了500L 同时摄温均度也表现得不错 3.光魂独家OSG菜单 功能丰富 拥有特调的25英寸模式 eSport的电竞模式 和100档的自定义OD调节 4.响应速度和运动轻度都有质的提升 5.12分区算法 全程低色调光 同时拥有原生硬件低难光背光 色域覆盖和色准表现也很出色 6.独立SE模具 新转RGB氛围灯 全白机身 并且附赠配件 全为纯白 同时拥有丰富的接口配置 拥有满速48G的HDMI 2.1 全功能96W的Type-C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1.可视角度一般 右侧水平视角只有10度左右 2.亮度均匀度表现一般 二数公格最大差值为19% 3.HTi游戏暗部表现一般 还有提升的空间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SEQE的完整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让我们点赞 转发生 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